丹麥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一個丹麥 應該說是法法做的甜點 那我今天有一個漂亮的 臺灣優秀的大學生 嗨 大家好 我是沛玄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丹麥柏煎餅 那為什麼說柏 因為它是很含薄 它比較不像法式的咖哩 或是像台灣的 然後我們也在一起的千層 那當然也是騙一騙點起來吃 那我們待會教大家怎麼吃 所以材料呢我們放在這邊 大家可以找一下齁 就是台灣人可能要找一個像這麼淺 然後大概這樣子 進大小的一個煎鍋 最好是不沾 因為是男人做的東西 他們沒有很像女生這麼細心 所以有什麼東西要只吃啊 他們就是一個涼杯到底 所以一百CC的涼杯 是這一道菜的一個重點 這是四顆蛋 然後這個呢兩杯麵粉 記得就是都是一百CC的涼杯 然後牛奶呢 是三 3.25杯 然後 鹽跟糖呢其實都半茶匙就好了 因為它其實不需要太多的味道 所以就是提一下這樣就好了 然後 這個是要煎的 所以它在拌的時候是不用加 所以奶油的部分是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全部拌在一起 所以就可以把兩杯的麵粉放進去 然後把這四顆蛋也放進去 那麵粉要先過散 喔不用 這個是 男人的甜點 他們應該沒有這麼低 然後你就放3 3 3 3杯然後再0.25 就大概四分之一就對了 就是三又四分之一的杯 的牛奶 那牛奶我們今天用的是 3.5%的脂肪喔 大概就是台灣的全脂 因為我覺得比較香 那如果你想要 健康 你也可以用 那個叫什麼 低脂 對 如果你不介意說要很濃的奶香味的話 所以3 然後再 再一半 沒有 四分之一 0.25 它有一個顆度嘛 你可以看 它這種兩杯都會有 嗯差不多 然後就可以放進去 嗯 所以你看它其實是 不是一個很稠的 然後 它會半尺的糖 然後半尺的鹽 可以加進去 那它有個秘訣喔 當我們打的時候 嗯 打到它很均勻的時候 你就要放 大概20分鐘 靜置 這個放靜置的動作很重要 那我可以打一下 是要先用慢速嗎 嗯 對不然它會噴 因為它其實蠻硬的 那現在麵糊的部分已經靜置20分鐘了 但是它因為它有一些 像是麵粉那些東西 它會有一些沉澱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再重複 使用這個 嗯 攪拌機再打一次 讓它起泡了 那我們剛才在等的時候啊 一次我們就做一個燈火 就先熱一下 這個杯子到這個時候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像我們剛才講的 它大概只能八分滿喔 因為這個八分滿 會影響它的厚保護 所以千萬不要整個杯子全滿 像我這樣法 第一片通常都會比較熟 因為它的鍋 它其實還沒有很均勻的吃到那個油 所以其實第一片我可以就是 不用太在意 所以第二片開始就會越來越好 可以直接倒下 因為這樣子一片會比較均勻 就是附在 因為我們surf的時候 它是疊在一起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煎好 大麥薄煎餅 那現在Angel要來教我們 要怎樣正確吃大麥的煎餅 對阿 因為大麥人其實吃飯很優雅 吃點心也很優雅 他們一定都會用包廠 那正常如果他們剩就是 大概這樣子一片 那一個人就會自己拿自己要的那一片 這樣子 好 這樣 坐一下 它就是大概這樣子拿 所以它就把它拿到自己的 盤子裡面去 然後再把它攤開來 那最最最傳統的 它其實很簡單 它可能就只有灑上糖而已 就是把它均勻地灑好 那 這個小孩子在 那我 其實覺得 加那個湯 那個叫什麼 楓糖 這樣很好吃 楓糖做楓 所以我們可以現在先試一片 就是只有上糖 不是糖粉喔 就是糖 就是糖 糖粒 對 那我們剛才拿過來 那我們就是也是像剛才這樣子 再把它 就是 捲起來 上來 然後捲起來 然後呢 它們就會很一樣 就是這樣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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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